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公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今天节目形式呢跟我们以往稍微有点不同 我们在想要尝试一种比较新的这种录影的方式 对因为其实我们平常讲话的时间越变越少 因为我们越变越忙要做事情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讲话时间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然后唯一能讲话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东西对然后吃饭的时候讲的内容 我觉得比我们在节目上面讲的好 就是比较有意义吧对 然后我们也比较肆无忌惮 但是如果如果面对面讲话的话 我第一个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在密西根州 OK穆斯林他们撤掉了LGBTQ的旗帜 在他们整个市议会的property 对全部都撤掉 对 他们就说我们要把那个LGBTQ旗帜弄掉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hate speech的一个旗帜 因为我们穆斯林的旗帜 如果放在市议会的话会offend到你 那我们就把它拿下来 那LGBTQ这个旗帜在我们的市议会会offend到我们 所以说我们也要把它拿下来 这是一个公平的 这是一个信仰这个东西 如果说左派的standard就是 只要offend这东西就要拿下来的话 那你的这些骄傲企也要拿下来 那这个东西反而是基督徒做不到的 现在他们把LGBTQ这个旗帜 这个彩虹旗变成一个包容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好像就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 一定是好的 所以说你一定要接受 你不接受的话你就是不好的 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要抢买抢卖啊 对然后很多基督徒却包容这样的东西 甚至很多教会开始挂 不只是路德会哦 Methodus也挂 慧林文会 牧师在台上是不敢讲关于这样的事情的 甚至不敢批评 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像这一次在台湾的那个叫什么 国家祷告会是吧 国家早餐祈祷会 听他这边讲说什么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在这边 这个所有的牧者在这边祈祷 然后这么多基督徒 我们的台湾是什么被神保护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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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像我们经济啊 平安啊 是这个市政啊 各方面都很好 没有一个牧者出来说 蔡英文是把同婚变成合法化的 把通奸除罪化 把吸毒除罪化 把各方面这个东西 教会变成一群没有对错的一个组织 还想要别人信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这种想法有点奇怪 就是他们会往后退一万步 就是在世界上不是说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吗 你说这些牧师他们心里知不知道 蔡英文做这些事不对 而且对整个台湾的社会造成极其败坏的影响 然后以至于所有后代 他们知道 我现在他们心里面都是知道的 基督徒不可以支持同婚这种东西 牧师知不知道 牧师一定都知道 但是他们会抱着一种很奇怪的心态 就说 最起码他还愿意让我们开一个国家祈祷会 OK 这种心态 是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 对于这种情况下 就是他们老有说这种退一步海阔天空 就这样已经很好了 然后我们再慢慢再继续反攻 可是很多时候你只看到退让 没有反攻 没有任何反攻 到那的时候大家就好好好 就都好 然后我们唱上诗歌 神就保护我们了 我们祷祷告 神就祝福我们了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不只是这个样子 不只是在政治层面 我觉得在教会圈层面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我很看不惯台湾的基督教的很多YouTube频道 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的教会 然后还有牧者跟我们说 你们不要攻击教会 你们不要攻击牧者 然后他们说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每次新闻在那边讲 就算讲到教会说 教会不好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 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认罪 你们要归向神 但现在所有台湾的那个频道 YouTube频道 全部都是一堆年轻的牧者 然后呢就在那边讲说 最讨厌的五种基督徒是什么 最讨厌基督教五大理由 最讨厌耶稣 最受不了耶稣的什么什么什么 基督徒哪里最受不了的 然后什么 什么教会让人感觉到讨厌的地方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种标题 对 这样才是在攻击教会 而且对教会一点帮助都没有 就是你会直接让人看到这个标题之后 直接就会对基督徒还有教会 产生非常负面的想法还有影响 对 就是如果我要没清楚的话 我才不会被这个标题吸引来 我觉得他们想要的用意就只是说 吸引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对教会都有很多complain 都想说我讨厌这个样子的东西 我讨厌这样的聚会形式 我讨厌唱歌唱这么久 我讨厌每次什么茶经祷告 都讲一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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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讨厌人家叫我礼拜天去教会聚会 对 然后我讨厌这个基督徒哪里不能去 基督徒什么不能同居 然后呢不能犯奸淫不能什么什么什么的 他们想要讨好年轻人 但是他们讲的内容 其实对年轻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且全部是在浪费时间 然后我知道有一对这个基督徒夫妇 也是一个YouTube频道在上面 就讲说什么 基督徒的性生活 哦对 然后基督徒的这个东西 你一天到晚说不要讲政治 不要讲性 不要讲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你基督徒开了一个 你把你们两口子这事拿到老人讲 你觉得真的就特别妥当吗 对 我都看了这我都 啊不想要听我 真的不想知道你们两个怎么样 对 基督教的这些频道 变成了一个谈话节目的样子 基督教教会这个样子 然后教会的牧师在做这样的事情 教会的牧师不在乎真理 不在乎律法 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 一天到晚爱来爱去 然后呢什么都不做 然后呢在这个政治层面的时候呢 基督教边在那边讲说 我们不要讨论政治 我们这个不要讲 那个不要讲啊 这个会伤害到这个人 这个会伤害到那个人 然后呢 在公共层面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讨论说什么 啊你看 那穆斯林怎样怎样怎样 侵占了我们的城市 哎呀穆美国完蛋了 但是 别人看到基督教是这个样子 基督教变成一个 没有底线的一个信仰 就是连对错都不知道信仰 当你看到说小孩 真的就是在美国这个学校里面 LGBQ侵入到学校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一群穆斯林的妈妈 跑到学校门口去抗议 你作为一个正常有脑的人来讲 你看到基督徒不敢发伤 你会觉得哪一个宗教是正义的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要说我爱我包容 我怕得罪人 你怕得罪人 你就是把神赐给你的这块地方 你都已经给他割给魔鬼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你说你怎么给世界上人做好的见证 其实有很多牧师在做正确的事情 有很多牧师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做的 像正地性牧师 然后还有周一方牧师 他们在做神奇传播这些东西 他们是想要用更新潮的方式来吸引更多年轻人 然后让好像有一个方向在这个地方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们想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想要点燃基督徒的火热 让基督徒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现在教会是没有方向的 他们没有想要做这个世界的炎根光 他们就是不想要 他们就是想要离得远远 他们就想要跟佛教一样去山上盖一间庙 然后在那边就是大家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对什么分别为圣的一个误解 一个巨大的误解 你想想看哦 所有的信仰 所有的宗教 他们如果有一个这个方向的话 他们是全部把资源去往这个方向去走 如果说他这个是神的calling的话 这样说我们就不用讲 大家最喜欢讲 跟我们compare什么 就是新唐人他们法轮功一个邪教 他们把所有的资源 去给这个人 然后给这个人 然后让他有一个节目 然后所有资源再去promote他 现在epoch time 大纪元 在美国可以上主流媒体的一个 跟主流媒体的一个 英文的那个报纸 对 他是以一个中文的报纸出现的 现在 川普在读epoch time daily wire 每次reference的时候有时候有说 well the epoch time said 我们没有这个样的资源 很多教会看到我们做的节目 然后觉得说 对这样子很好 要改变世界价值观 然后他们想的就是 那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就可能找个年轻人去弄个什么东西 然后也不会付那个年轻人钱 也不会给那个年轻人什么东西 你就说你看看那两个人啊 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嘛 第一个你也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他们的 道德价值观是不是正确的 你只知道他是个某个牧师的儿子 或者是某个执事的儿子之类 或者是你知道他平时喜欢拍摄 他喜欢弄这些东西 就是你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技术 所以他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对所以浪费了一堆钱浪费了一堆时间 然后没有任何的效果 为什么今天穆斯林可以夺下一个城市 为什么先哪一个城市属于基督教的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哪一个城市在美国 哪一个城市你可以说这是一间基督教的城市 你都不用了你想想你自己的城市就好 你就查一下你的市议会你的市长对吧 有几个人是真基督徒 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支持赵美心 那我这种基督徒不算基督徒 看一下就是你自己的城市有哪些是基督徒 那我们现在都在准备2024的选举嘛 那我们如果要是知道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起来 教会是不是从来 我讲这些竞选的人 从来没有指望说教会资助他们一分钱 对他们从来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尽管他们是被神呼召的 他们是草根 神告诉他们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从来没有奢望教会给一分钱 但是可不可以在这一次选举的时候 教会出一点人出来做义工 可不可以这个样子 或者可不可以真的就把他们 每一次这些人你都把他们放在祷告会里面 真的是为他们去祷告 做这个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很难 我很难想象 就是有一天你想想你能想到吗 神呼召你说一旦出来竞选 都不用你竞选个别的 你竞选个市议员 真的是你们看说那个官小什么的 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每一天真的都在很大的压力下面 所以我们在南加州嘛 我们在洛杉矶县的这一边 太远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很难管得到 但是我们 希望我们不光是一个YouTube频道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身体力行的 在我们的选举方面 在我们的城市 最起码是在我们身边 大家可以一起一起来去帮助他们 那像我们节目也有采访过很多非常棒的候选人 秦振国 我们认识他两三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棒的候选人 而且是非常爱神 非常火热 是完全要把自己奉献给神的 所以大家可以还发觉更多这样的非常爱主的 然后有受到神呼召的这样的候选人 在2024的时候真的就要帮助他们 透过这个东西我想要讨论的就是 当我们看到穆斯林 他们在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在保护保守派的 他们其实是在保护传统婚姻的 就尽管你不喜欢他们那个宗教 尽管他们那个一天他很有问题 然后还要杀犹太人 对对对 然后女生包成那个样子 但是他们在美国的这个市议会里面 他们说我们这个城市只承认美国国旗 穆斯林的旗子我也不要放在上面 我公平 如果你觉得我们是hate speech的话 那你们这个也是hate speech 因为有人会被你的这个东西弄到 然后LGBTQ的人很厉害 他们就是过去把所有的穆斯林骂了一顿 然后呢两个lesbian 在那个讲台上面清嘴 这个到底是谁在攻击谁 我记得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个 Armani exchange上班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美国在弄同婚的那个时候 那我当时我不是基督徒 然后呢我也还是大学生 但是我会觉得说 Why? 干嘛要同婚? 然后那个主管就过来问我说 So what do you guys think about gay marriage?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说 Oh yeah, I don't like it 就这样讲就是很一般的那个东西 然后他就说 你凭什么说不喜欢 我就说 我就不喜欢 我可以我自己的preference吧 我不想要看到就是 两个男的如果在那边接吻的话 我不想看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祝福他们 I just think it's weird 那当时我不是基督徒 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对错的观念 然后我只觉得说 Oh yeah,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是不要逼着我去接受或参加 这样就好了 而且我跟他们也不熟 然后那个主管就很生气 就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想 在大街上的时候 你有看到两个男的在那边接吻吗 你有看到两个男的在那边做很恶心的事情吗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禁止别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忘记他说什么了 但现在他们就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要在市议会里面接吻 For what? 对就是为什么 对 夫妻会在市议会里面 没事在讲台上面接吻吗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成为夫妻 哪怕法律通过了 他们也不是 我觉得他们是心里是知道的 所以他们才一直要跟别人去强调说 你看我们是夫妻啊 你看我们是夫妻啊 如果你们真的是夫妻 你为什么需要政府同意你是夫妻啊 我就是跟他这个人我就是结婚了 我就在神面前立约就是我就是要跟这个人结婚 你为什么要寻求别人的同意说你俩是否结婚了 那包括你现在都已经走得太远了 你何止说什么两个男人结婚 那个pray parade游行的时候 为什么要让小孩看 不是男的都不穿衣服 露两个屁股蛋子 拿拖拉机拉着 那是干嘛呢 那是 是吧 这已经跟那个同会都没有关系了 这跟你说什么 你认同什么性别没有关系了 一个人在大街上走 你爱什么性别 你就什么性别 你觉得你是只猫我也不管你 对吧 为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 开着就是开着有皮卡车 对吧 跟个拖拉机似的 光着两个屁股蛋子 一堆男的蹬着高上鞋 光着屁股 裸着上半身 拿人的鞭子在这儿瞅 下面有小孩看 你目的是什么 你这么恶心的事 你满腿大腿毛 你穿一双高上鞋 你化妆你干嘛来了 你恶心谁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这跟两个男的结婚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这跟你寻求你的任何利益 没有任何关系 这跟人权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关系 你这怎么能算是人权呢 很奇怪 非常奇怪 你如果要说 我希望寻求法律上面的原因 是因为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同性的伴侣 但我死了 我想把钱过给他 那这个坎就过不去 你说这样的理由 我还能考虑考虑 对不对 我还能 是有这个钱方面的原因 或者你想要留遗产 或者想要留信托什么的 原来是想要这样吗 你搞了半天 这是干嘛的 就完全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对 就是你光着屁股看 你到底是要干嘛 那今天想讲的这个东西就是 教会的软弱 教会没有能力 没有勇气 去阻止任何一切 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 以及其他的坚持 你会看到像这些同性恋 他们是非常坚持 穆斯林他们也非常坚持 而且他们不光坚持 他们还进一步的去进攻 但是现在基督教是一直往后去退缩 那整本圣经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放弃 而且一直自己攻击 对 你没有认罪悔赶就算了 你还一直捅自己 然后几十年前的 已经吵架吵的天翻地覆 现在东西又拿出来 你是灵恩派业 福音派业 你方言祷告或什么 对 我的确是觉得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同婚的问题解决了吗 就是这么多圣经里面罪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你现在在这讲什么 方言祷告还是什么的祷告 我告诉你这人要方言祷告 他做的比谁都像基督徒 你福音派有什么去指责人家 是不是方言祷告 同样的是 你福音派不方言祷告 你不方言祷告 你做你基督徒该做的事啊 你不管是分哪个派 这派全部都是人分的 你读完一个圣经之后 大家得出这么多 我不同意你 我就自称一派 我不同意你 我自称什么 分的派乱七八糟 结果没有办法在真理上面合一 该做的事都不去做 就你们派怎么怎么地 我们派最好 像小学生一样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有力量 能够集结起来 就集结起来去干一点正经事 台湾那么多教会 那么有钱的教会 每一个教会的舞台 弄得像格莱美一样 搞了一堆四五十岁的牧师 是吧 头发染得像一样舞一样 哐哐哐的 啥玩还整的都可全了 有吉他还得有贝斯 还得有鼓 啥玩都整好可好了 我们境外团最棒的境外团 我们境外团唱的像歌手一样 你把舞台弄的全部都是LED大屏幕 很酷炫 没有问题 但是这证明你们很有钱 这证明你们很有钱 台湾的教会很有钱 有钱为什么不去好好的装备门徒 为什么不去好好的去做这些事情 你把台湾教会里面的这些人 你们全部都离出来 有多少人知识同婚 为什么这种问题不去提 这让人看的非常伤心 你知道很多美国的教会 或者你看到这些正在做什么正经事 没有什么钱 没有人支持 因为大家看的都不是钱 当然你如果有钱 你资源更多 你可以发挥的影响力更大 你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为什么不去做 正经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罪的问题 你们连教会内部自己的人都搞不清楚 天天跑出去搞那些莫名其妙 我们爱爱爱到处去发食物发面包 你有那个钱 你先留着干点正经事 有那个时间 你先把教会里的人好好都装备起来 一想那些感觉很泄气 对啊 对啊 因为真的就是 真的会让基督徒泄气的 我们的很多观众 其实是非常泄气的 我们很多观众其实留言给我们 跟我讲说 我不想去教会 我想要离开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现在基督徒干什么 对但是在这里说不能离开教会 对 不管你认为教会有多么不好 不能离开教会 你可以 如果说你不喜欢你现在在的环境 你可以换一间教会 比如说教会没有十全十美的了 都是 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 每个人到了一个教会 你如果要是专门就是带着挑毛病的眼光去挑教会的话 那你对不起 你真的找不到一间符合你心意的教会 但是你去到这个教会是能够让他 他能够带领你让你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亲近的 真的是给你干粮让你吃 然后让你更加火热爱主的这样一个教会 你可以在那个里面 但是不管你多么的不喜欢 或者怎么样 不要离开教会 不要停止聚会 不可以停止聚会 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想要给人更多的信心 然后让更多的基督徒可以看到说他们不是孤单的 是有人跟他们一样 想要为这个时代做什么事情 然后想要反转这个时代的 绝对跟教会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 怎么这么没有勇气 为什么你这个都不敢说 为什么你不敢把正确的事情 跟错误的事情分开来这样讲 为什么你什么东西都用爱带过 爱这个是 耶稣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诫命 是最重要的一个诫命 但是绝对不是来抹去所有其他诫命 这个方式 当爱变成了教会的借口的时候 当爱变成教会的一个理由说什么都不要做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爱的时候 一天到晚在那边讲说 我们不会被伤害到 我们不会怎样怎样怎样 你知道就是一群没有勇气 然后什么都不做 只在教会里面就是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 然后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基督徒的一群人 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的教会什么什么 你看别人的教会 在这里面我们教会还算好的 但是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 我再回到那几个 就是台湾的那些 基督徒的YouTube的牧师频道 最了解神 最了解圣经 最了解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最了解怎么样跟LGBTQ沟通 然后他们的方式就是什么都接受 接受LGBT 然后觉得说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的时候 其实就是 哎呀你们两个都退一步这样就好了 没有对错 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圣经的根据 凡事都可行 不一定有益处 这样子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不应该 从牧师的嘴巴里说出来的 就如果说你要是那个有一个 根本就没怎么读过圣经的人去问你 你这句话是会让他完全的误解 而且他会觉得说你给了他一个permission 可以让他去做犯罪的事情 对 反正就是呢 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 有些人也是不在美国了 或者是你是在台湾 那你现在看到台湾的这个趋势 你看台湾新闻一定比我们了解多多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美国方面的新闻 你看到台湾身边的环境 你看到台湾年轻人的走向 你是不是担心 我真的都觉得说 他们跟美国的年轻人真的有的一比 现在真的不是说差的特别远了 所以各位有钱的教会 请开始在家教育的项目 而且要把美国有很多在家教育的资源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给教会的父母来使用 太多事情你们可以做 只要你有看到现在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就会有一系列应应的措施可以出来 不要再去花大钱做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 你可以花不用太多的钱 但是真的是做到神的心坎上面 而且是真正的可以让弟兄姐妹被建造起来的事情 都可以去做 所以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不要软弱也不要害怕 虽然今天这一集稍微有点吐槽的意思 但是目的是为了让大家 真的就是用些毫不留情的话 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要再掩耳盗铃 不要再像鸵鸟一样 把脑袋就插在沙子里 觉得什么都没发生 一切都正在发生 而且越来越快 所以赶快起来真的做点什么 看到教会变成这样 真的是每个人都很难过 看到基督的价值观变成这样 真的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的难过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 而且我们要有一个方向 圣经有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方向 圣经给我们非常成功的案例 耶稣亲自做给我们看 他用他的生命改变了整个世界 整个宪法这样子的事情 全部都是因为他才会有所谓的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跟随耶稣 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情不是害怕 不是害怕LGBTQ 不是害怕offend到别人 不是害怕会众会离开 不是害怕我们的订阅会减 不是害怕什么 撤资 对 现在这个时代 整个在华语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 最糟糕的新闻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 对 这个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沮丧 对 就是我们是在讲真理的基督徒 对 我们没有读过神学院 我们没有募过会 我们才信主不到几年而已 对 然后我们会被说成是 我们是很有勇气的基督徒 我们是很好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会这么有信息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世代最糟糕的地方就是我们两个是 居然算是好的基督徒 耶 这就是基督徒有多糟糕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非常非常棒的基督徒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讲真理的基督徒 不管你有没有上过神学院 你当然有被呼召去神学院 或者你有读过 这当然很好啊 因为你是神学的基础对吧 基本上是很稳固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可以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不管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 只要你有在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只要你有在做 你像保罗说 每个人都是在赛场上面奔跑 我们奔跑是为了拿到那样一个永恒的一个荣耀的奖赏 你先下场跑吧 真是这样子 你哪怕跑到处第一 耶稣都给你鼓掌呢 你跑到处第一 神不会说这孩子真糟糕 对 哪像我的样式拉出去毙了 不会 他会说哇 你坚持跑完了 你好厉害 所以只要你去做 不要用人的眼光去说 哎我到底做的怎么样 我到底做的 你只要真的你去祷告 然后你做和神心意的事情 神就给你鼓掌 神高兴的真是不得了 基督徒不可以这个样子下去 你要有勇气 我们不能当最有勇气的基督徒 对就是我们不能当 大家都觉得已经是什么非常好的基督徒 真的不是 就是希望大家蹲蹲蹲起来 对 我们最能做到 我觉得应该就是 你看这两个人都可以这个样子 那我应该可以 对 这个应该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应才对 对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节目之后就说 哈 这两个人都可以 那我一定更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棒哦 所以说我们希望给大家是一个鼓励的 一个形式 你们也可以做得到 你们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很多教会你们有几乎是无限的资源呢 你们要做的事情可以比我们多很多 然后重要很多 但是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三个年轻人 就是一分钱都没有的三个年轻人 我们可以做 你们比我们更可以做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讨论了还蛮多话题的 唠唠叨叨讲了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哪一个话题是你感觉到非常感兴趣的 或者是你也觉得说哈 我要起来做些什么 或者是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都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也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任何想要我们讨论的话题 也都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萨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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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